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上帝的话 在阅读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用圣诗第192首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主地化如双人利监 似头人心是罪图显 从主获得崭新生命 真理虚假的便秘 让我们领受真理 展开新生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接下来在旧约以赛亚书第41章第21节到29节 我们一起来看由我来念 耶和华说 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 雅各的君王说 你们要提出你们的理由 让他们进前来 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 你们要说明先前发生的事 好让我们思索 或者告诉我们将来的事 使我们得知事情的结局 你们要指明未来的事 使我们知道你们是神明 你们或降福或灾祸 好使我们旌旗 一同观看 看啊 你们属乎虚无 你们的作为也属虚空 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正恶的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从日出之地而来 是求告我明的 他必踩踏掌权者如踩踏泥土 又如陶将踹泥一般 有谁从起初宣布这事 使我们知道呢 有谁从先前子民 使我们说他是对的呢 没有人宣布 没有人子民 也没有人听见你们的话 我首先对西安说 看啊 他们在此 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 赐给耶路撒冷 然而我观看 并无一人 我询问的时候 他们中间也没有谋事可回答 看啊 他们竟是麻烦 所做的工都属虚无 所住的偶像是风 是虚空的 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 领受他的话语 今天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明白 上帝他是一位掌管世上万物的主 在台湾这块土地 许多的人都很想知道将来的事 因此有许多的人 他们都喜欢算命 喜欢赞浦 喜欢去到公庙 求神问补 因为要这样做 人人都可以 在台湾 三部一小庙 五部一大庙的文化 让我们明白 人对于未来 有许多的渴慕 根据这一段圣经 他也提到真神上帝能够做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能够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 好像我们在现在就想知道疫情究竟会如何发展 有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疫苗的出产是否能应付变种病毒的变异 或者是说 我们很期待在接下来台湾在国际地位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好像我们就打开电视 期盼着每一天的股市 不知道明天会是如何 我们都向往猜透将来明天的事 但是真神上帝 他是唯一能够准确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 因此在圣经当中有好几处的记载 上帝预言通过先知 像是以赛亚 像是其他的先知 像世人述说将来要发生的事 要他们做主准备 预备将来要发生的事 但真神上帝 不单单只是能够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 经文告诉我们 他更能解释往事的意义 过往的事情所发生过了 上帝真神能解释 过去发生事情的意义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使我们明白上帝他一路丰盛的带领 使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这样带领我们 是为了要让我们遭遇或是经历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情形和状况 很多时候人生难免有意外 当面对意外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会抱怨 我们会埋怨 当发生灾难来临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不知道 我们要如何面对 我们甚至决定不再相信上帝 但有些时候经过数十年 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一件事情的意义 对自己来说是充满很重要的事情 最后一件事是 真神上帝他能够赐福 同时也能够降灾祸 这是为了与世俗 假神偶像做对比 当许多的人求神问补 但却没有每一间庙宇都香火鼎盛 很多人都向往着很大的庙宇 知道他们那里的神明很灵 但唯有真正的上帝 他才能够赐福 也会降灾祸 唯有真神上帝 他掌管世上的万物 他让我们明白 他才是这一个世界唯一的主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虽然有些时候 我们不见得就能够知道 未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但我们也盼望 向主赐给我们智慧 让做基督徒的我们 有智慧的判断 有从主来的领受 让我们面对每一天不一样的生活 能够有从主来的眼光 领受上帝的话语 明白他的旨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将这样的丰盛应许 放在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明白 唯有你是掌管世上万物的主 使我们明白 你是掺透万事的主 使我们明白 你是我们这一生 影响我们 引领着我们 陪伴着我们的主 谢谢主 你将这样的恩典应许 放在我们内心 将这样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求主你真的来带领我们 丰盛我们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让我们看见 上主你不仅能够赐福我们 你也同时能够降灾祸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时刻保持警醒 时刻与主同行 让我们仰望你 生之主的教训 我们将同心在你面前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上帝祝福你 以马内力